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有所耳闻 抉择 十年埋伏 国家干部 都是盖儿顶儿的反腐大作 而写出这么多反腐作品的章品 各是各家家事事的官员 他曾任山西省副省长 现任十三届城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民盟中央转制副主席 中国文联副主席 最近 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重新生活》 这是他时隔十四年推出的又一部作品 与以往不同 重新生活的故事情节 不再聚焦于精心 宏大的反腐败斗争场面 而是讲述了阎门市委书记 魏洪恩 阴台府落马后 其身边人从曾经的光环四舍到坠入深渊 之后又重新融入普通社会 振作开始的故事 张平说 这才是我的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山西是个传奇的地方 这里曾出过不少名人志士 随着煤炭成为黑金时代的主要能源 山西也成了中国煤炭能源主场地 还出了不少这里特有的产物 煤老板 如今的山西 是腐败重灾区 因为煤老板 他方是腐败而闻名全国 山西煤矿资料图 是巴搭眼 山西的很多落马官员张平都认识 有不少人还是他的同事和以前的领导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 这 谢同事落马前 很少能察觉到他们与平时的言行有什么差别和不同 是隐蔽得太深了 还是人性本就如此 或者我们看到的永远都只是虚假的一面 而真实的一面 即使是他们的亲人和孩子也很难看得清楚 张平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 他目睹着煤炭能源的崛起对这里的改变 1958年 张平的父亲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当讲师 领导当师要他给组织提一件 刻意见提了 父亲却被打成右派 开除了公职 一家老小六口人从西安签法祖籍山西 那一年 张平四岁 后来上了学 张平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分不好 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多彩多艺的他 文笔好 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 还是语文课代表 性格开朗的他还会演话剧 来二胡 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 1966年 文革开始 学校解散了 当时正在读出二的张平因为表现良好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突出代表 被推荐到远城地区的吉山市办学校上学 为了积攒生活费 张平在寒暑假都要去挂上阿梅 那时的小梅姚大都引用这原始的方法 挖梅空在地下 用绝透挖梅 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一个工作面十几个人 又十二三十个 一代帽顶或网斯粉全爆炸 人都舞在里面了 他每天往返四次 一个来回十五公里 啃一个碗大的域里面窝头 喝一杯生水 就是一顿干 如此辛苦的工作 一天下来的酬劳仅是三块钱 每工月每资料图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 张平被分配到小学教书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 他作为78届考生 考进了山系师范学院中文系 从此离开了农村 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 成了张平最初的创作动力和源泉 1985年 张平在林所地区邦连的平洋文艺作编辑 那时的他已经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 同年 他的小说姐姐霍春国优秀短篇小说讲 没多久 张平被调到太原担任火花副主编 当时的火花主编董聊章 很欣赏这个赶路头角的年轻作家 他平时不爱说话 但是很有自己的看法 开会的时候 从来不第一个发言 总是思考好了再说 用分寸也有原则 尽量的让别人接受 平日里 张平会去地摊上和人下象棋 边下棋边深砍 不知不觉就熟悉了 有时还会拿出笔来做笔记 熟悉他的人说 他家教很好 但人平等低调 不会因为对方是高官就很恭维 也不会因为对方是老百姓就看不起 慢慢的 他结交了很多朋友 有农民 也有高官 有工人 也有大款 有作家 也有记者 1987年 张平偶然认识了分析县县委书记刘玉瑞 两人一见如故 刘玉瑞把自己当县委书记 遇到的问题讲给张平听 讲了四天四夜 尤其是一些他亲手经办的冤案 讲到伤心处 两人一起掉眼泪 张平 后来以刘玉瑞为原型 创作了纪实小说 法汉分析 轰动一时 从那以后 张平的创作风格有了变化 从过去的家庭苦情 转向了关注社会现实和改革带来的社会矛盾 法汉分析 和后来创作的天网 被媒体评价为以作家的良知 写农民的命运之作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当代政气歌 不过 这两本书也让当时棘受关注的张平吃了官司 一些作为心虚的地方官员对号入座 有近240名官员联名上榜 山西某县人大主任更是带着八个原告 以诽谤罪将张平告上法庭 当时的情况对张平很不利 连他的辩护律师也对社会毫无信心 后来 几个零分的老农民千里悄悄赶到北京支持他 好在官司最终以声索而终 这段经历也更坚定了张平的创作方向 他立志永生永世为老百姓写作 此后 张平陆续创作了反腐系列 抉择 十面埋伏 国家干部 其中 抉择不仅给他带来了中宣部五个一空城奖 建国五十周年重点县力长篇和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等许多奖项 还被改变成电影生死抉择 自此 张平民生大阵 电影生死抉择2003年年末 张平以全票当雪山西省作协主席 一任就是次年 期间 他以争取经费改善作协环境的人所称到 赵树里文学奖 是山西省最高文学奖 每次去进百万元的经费 张平上任后 与山西作协党委人士一起 经过积极争取 终于在2005年恢复为疫经中断 21年的赵树里文学奖 这被认为是他最大的一桩政绩 2007年5月 张平担任山西民盟主委 当时按照惯例 省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 会成为省政协副主席 自年1月 他在山西省人大的11节一次会议 善当雪 为山西省政府副省长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一位专写惊心动魄 反腐斗争 则作家入入官场 自然会让人府想连篇 连日本 美国等外媒都报道了此事 表示此举被认为有显示中国政府立志反腐的目的 张平则认为 能当选副省长 与自己的反腐作家身份没有直接关系 当时 山西省的民主党太副省长正好被调到了北京 经过省委和相关部门的协商 于是我就进入了省政府班子 2008年到2013年 张平在这个职位上做了五年 而这五年 正是陕西爆发地震级法佛的前夕 在张平的身边 有不少人因腐败问题被查 至今依然让他记忆犹新 比如认论后 他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调查后两个月 就一挨症亡固了 当时我们都是副省长 一起共事两年多 偶尔还一起打乒乓球 还有申为臣 他做宣传部部长时 我被选为宣作协主席 所以经常打交道 比如白云 他当新联主席时 我是副主席 比如陈川平 我们曾在一起任副省长两年多 任论后 何白云对于山西温和会出现 他方式腐败 张平有着自己的看法 除了共性的原因 还有山西自己的因素 山西前几年搞煤炭资源整合 要关掉一大批小煤窑 但同时要保留一批设备叫好 规模叫大的私营煤矿 这一关一流 就让梅老板门个显身通 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梅老板的金钱攻势下 山西官员们的处境就十分邪恶 梅老板们使出浑身解数 找你的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 妻子 父母 老师 找你的上级甚至往北京跑 用尽一切办法 想留住他的煤矿 不计代价也要把我有重权的干部拉下水 这对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考验 应该说 倒下的不少 但大多数干部还是挺过来了 提拔到领导干部岗位的人 都是在某个方面做出优秀政绩的 他们尽管性格各不相同 但给我的感觉都很能干 也许人是最会掩盖自己的动物 当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得到的越多 他对外的表现很可能就越尽限 越卖力 有的领导一年四季 都睡在办公室里 晚上十二点以前总亮着灯 早上六点准时起床 你说 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 整天都在疯狂的工作 新来的纪检书记 对我的一个老大剧海叹 有些干部让人气愤又难以理解 他们的工作太努力了 但在办公室一搜就是上千万 人民的名义剧照 二零一 三年 张平系任山西副省长 又拿起了笔 继续完成曾经停滞的白府小说 发生在身边的人和故事实在太精彩了 他不想白白地棒过 也许对这位西日的山西副省长而言 当官要比当作家难多了 张平曾坦言 如果让他主管那些掌握重大职权 持有众多款项的政府部门 或者做了市长书记 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否过五官省六价 或许 他更希望 现实能给他提供的灵感越来越少 哪怕再也写不出轰动的反腐名作 点击图片购买重新生活作者 丁一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镇 diye sens